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天咱们去吃丸子汤 有免费喝的养生茶 这边泡到红枣枸杞茶 我今天来到了一个装修特别好看的丸子汤店 新疆的丸子汤是回名的一道特色小吃 它里面不仅仅有丸子 里面的食材可丰富了呢 我们来看看有啥 丸子汤里最主要的当然是丸子了 除此之外牛肉片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些店里会用冻豆腐 吸饱汁水特别入味 这家店里只有嫩豆腐 杏鲍菇 粉块 再加一桌粉条 出锅的时候点缀一些菠菜 与其说是丸子汤 感觉大杂烩汤更为贴切 单吃一份丸子汤肯定是吃不饱的 一般我们吃丸子汤的时候 都会配上这个油榻子 油榻子是一种回名特色面点 把发面擀成很薄的面皮 抹上羊油 青油 一层一层卷起来上锅蒸熟 讲究的是面薄层次多 香软不粘腻 但我吃的这份是凉的 口感有些打折扣 一份小凉菜 它就是回名特有的凉菜 里面就是韭菜 白菜 还有胡萝卜 这个丸子是牛肉的 它先用油要先炸一遍 然后再汇在这个丸子汤里面 好汤呀 这个丸子汤是用牛骨头熬制的 有一点点胡椒的味道 喝一口身上就暖暖的 好奇怪 这个餐厅里面为什么只有筷子 没有勺子 喝汤没有勺子 这个油榻子 这个油榻子是用羊油做的 但是基本上吃不出来羊油的山味儿 这个小凉菜是腌过的 它属于是咸菜的一种 所以这个油榻子绝了 我吃到一个勺子 这个油榻子好秀真呀 跟我的掌心差不多大 还没有我的掌心大 怪不得一份要有三个油榻子 不过这个油榻子 是不包含在这个汤里面的 这个汤是26块钱一碗 然后这个油榻子一份有三个 三个是一块五 然后这个小菜是一块钱一块 我平时很少吃丸子汤的 已经好久没有来吃过了 今天来吃丸子汤 一份需要要26块钱 大家平时吃丸子汤 大概都是怎样一个价位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